大家好,我是乐高凡 有粉丝私信我说想看一下旧金山的天际线 那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来看这款 乐高的旧金山天际线的套装 始发于2019年 这款套装在乐高天际线的构图当中 我个人认为是最好的 是没有之一的 因为它是很有层次感 接下来我会给大家看一看 为什么我说它还有层次感 可以看到这款套装主要是有 旧金山著名的金门大桥 还有它的城市裙 以及它的一些很有特色的一些建筑構成的 先说一下它很有层次感的原因 一般天际线来讲 它就会将几个很有标志性的建筑 一直排开 这样是排在上面 而这款乐高 它绝大部分的面积都是被金门大桥所占据 而这款城市裙的楼是错落有字的 它并不是一字排开的 它有高有低 而且分为前后的层次 从上面往下看就很有城市的那种感觉 仿佛就是在城市的那种市中心的上面进行一个航拍的样子 下面有一些比较矮的房子 还有不同高度的建筑 还有不同的颜色也很分明 这样让它的整体构图来讲的话 不会很单调 既然是天际线嘛 就有一种呃呃呈呈呈呈呈整体的感觉 如果只是一次排开 像把几个不同的威观建筑摆在一起 就没有意思了 而这款的话是非常好的 看完它的整体构图 我们来看一下金门大桥的设计 这个设计我是非常喜欢的 一方面它保留了金门大桥的很多建筑的一些特点 就比如说 它的这个铁锁的弧形的结构 可以在之前的 悉尼的天气线中 它是有一些脚链连在一起 摆成一个弧线形 在这里是一根软软的 棍子 然后把它弯一下 就做成了这种弧线 这个桥 我觉得稍微有些不足的话 就是它的结构不是很结实 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桥墩 是中间只是用一个 这种圆片相连 而且是方片连着圆片 本身它就不是很紧的这种连接 然后再加上这个软杆 它的装饰作用大于支撑作用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体结构 是不是很稳当 但是它的美观度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然后下面中心的 这个岛的布置 也是画龙点睛的一笔 它就是不会只展示成它的水面 这样就会比较单调 可以看到这个建筑在中间 和这个桥 它统一的也是很漂亮的 另外这个部分 我也是很喜欢的 就是桥 街头的这个桥墩 实际上我到旧金山的时候 是注意到 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公园性质的 然后旁边还有一些海浪 像拍打的桥墩的样子 这应该是天地线中 表示海滨城市中唯一一个用 这种带斜面的瓦片 表示海浪的 很显示出一个很强的动感 就结合金门大桥的这个 还有动感的这种 还有活力的造型 也是搭配的 很不错 我们再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 这也可以看到 桥和旁边的那些高楼 是完全形成一个整体的 这种错了有致的构图 在之前的悉尼天气线中 只是那种 悉尼各剧院突出了一下 而这个是整体都会突出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有几个 乐高介绍说是那种 维多利亚式的那种建筑 然后它上面有了 很多打印的零件 其中一个打印的零件 在东京的天体线中 你可能也见过 然后这边这一个小车的设置 真的是很有意思 它是用一个方形的瓦片 只有半截路在外面 然后这种斜斜的路面 是跟旧金山那种 三番的很斜的那种路面 像旧旧花街的那种路面 很搭配 然后这几栋高楼的话 看起来也是有美观 不过它的建筑技巧来说 比较单调 另外这些楼 我到旧金山那时候 没有深度旅游过 是懂得小朋友可以解释一下 为什么天体线要选这几个楼 它具有什么代表性 这款乐高三番的天体线系列 就和大家快速的看到这里 应该说它的构图 是我最喜欢的 它突出了旧金山 它的特点就是金门大桥 这一部分 而相比于其他大的城市 并不是很突出的这种城市群 它没有着重的展开 而是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 去错落有致的排起来 这样的话阳长必短 所以就展示了旧金山这个城市 它所特有的一种活力 而且这款套装的颜色搭配 我也很喜欢 颜色是很多 但没有显得特别乱 所以是非常不错的 好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视频的朋友欢迎点赞 如果有想要 希望分享哪款乐高套装的 也欢迎私信我 如果我恰好有的话 我会及时的把它传上来 好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拜拜